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 这故事出自杂宝藏经 在大政藏第四册 四六一页中栏到四六三页下栏 佛在王舍城时 提伯达多来到佛的面前 对佛口出恶言 随意谩骂 阿难听到之后非常生气 驱赶提伯达多离开 并对他说 你如果再来 我要让你得大苦恼 以求们看到这种情形 向佛禀报 世尊真是稀有难得 如来时常对提伯达多生起慈敏心 但提伯达多却总是对如来怀着恶念 阿难很生气地把他赶走了 佛说不仅仅是现在 过去世也都是如此 从前在家师国 当时有龙王两兄弟 哥哥哥名叫大达 弟弟名叫优伯大达 经常降下适时豪雨 使国内的草木生长 五谷成熟 动物们喝的水很充足 都长得又肥又壮 牛羊繁衍成群 当时的国王宰杀大量的牛羊 带到龙住的地方 作为祭祀龙的贡品 龙献身对王说 我又不吃这些东西 为什么为了祭祀我而杀生呢 说了几次 国王就是不改 兄弟互相讨论 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迁离到另一处 那里住了一条小龙 名叫豚肚皮 豚肚皮小龙 无论白天晚上都常在生气 经常恶口入骂 大达说 你不要生气 我们会随顺你的意思 现在就回去 弟弟幽伯大达非常愤怒地 对豚肚皮小龙说 你只不过是条 常吃癞蛤蟆的小龙 我如果吐口气 吹向你的眷属 立刻就能使他们全部消灭 大达对弟弟说 你不要生气 我们现在就回到本来的地方 家世国王正迫切 期待着我们了 家世国王这时祈愿说 两条龙如果回来 就随顺他们的需要 用乳酪济事 绝不要再杀生了 龙王听到了 就回到本来的地方 于是 大达龙就说了一段祭颂 大义如下 大家和和 用最善清静的心 来专心听 所说的是有关菩萨本身因缘的事 现在佛开示过去的祭颂 是尊正变之一切法 如来在世时 比丘们 常口出恶言 互相恶意毁谤 大悲的佛陀 看见这种情形 并听到了这些话 就集合比丘生 做以下的开示 各位比丘们 医指我出家 不合法的事不应做 而你们却互相说些恶毒的话 还互相诽谤 这样只会损害自己 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 追求觉悟 应该修慈悲心 忍受种种难行苦行吗 你们如果想要依佛法修学 应该奉行六合境 也就是见和同解 戒和同行 利和同君 义和同月 身和同住 与和无争 也就是身口义都非常和和 而且大家的知见都一样 持守的戒也都是相同 有利益 大家平均分享 有智慧的人 好要听法 修学佛道 为了利益 安乐众生 普遍对一切众生 不脑害 修行 听闻正法 应远离种种恶行 出家人 起怨恨 正论 就像是 从冰水中 生出火一样 如果想要 随顺出家法 应断除 称心 正论 合乎 正道而行 过去 我如来 曾做龙王 有两兄弟 共同住在一起 哥哥 名叫大达 弟弟 名叫幽伯达 两兄弟 都不杀生 持守境界 有大威德 厌弃龙的身形 一心向往善道 希望能做人 如果遇到沙门 婆罗门 有修持境界 又广学多闻 就变化身形 供养他们 并时常亲近 每逢八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就受持八观在界 守护心念 离开自己的住处 前往其他地方进修 有一条名叫 屯杜比的小龙 看到我们这两条龙 有大威德 他知道自己 远远不如我们 而生起 嫉妒 称慧心 经常用粗暴的言语 谩骂我们 鼓子下巴 仗着嘴吹气 愤怒心 非常赤胜 全身膨胀 口诛恶言毁谤 以迷惑不识 狡诈虚伪的言论 来轻患逼迫我们 听到这下贱 恶龙的辱骂 弟弟 幽不大达非常愤怒 请求兄长大达说 他竟然敢以这么恶毒的话 毁谤我们 这种住在水边 经常吃蛤蟆的下贱东西 竟然也敢骂我 他如果在水中 就会脑害水族类的众生 如果住在陆地 就会脑害人 听到这种恶言 实在难以忍受 现在应该消灭他 和他的眷属 把他们全部摧毁之后 再回到我们本来住的地方 哥哥 大力龙王听到弟弟这么说 就说出一段 唯妙的祭颂 连智者都非常赞叹 大意如下 如果留宿在某个地方 即使只得到 为少的生活所需 只要能安心睡眠就好 不应该对他生起不好的念头 应当知恩 报恩 这才是圣人所赞叹的 如果在树下休息 即使只受到少许的辟印 凉爽 也不要毁损枝叶及花果 如果有人对亲爱的人 造作一点点的恶行 这个人是始终不会得到安乐的 接受人供养一餐饭的恩惠 却以恶行回报 这是不能知恩 报恩的恶人 像这样的人 不会生出善的果报来 即使生出来 也会立刻消灭 对于施恩的人来说 若被他人以恶行回报 就像森林被烧焦成光秃的枝干 日后还会生长 回复成原来的样子 忘恩负义的人 善法不生 如果以百种供养品给恶人 他终究不念恩德 还会以怨恨回报 比如有一头母像在仙人旁边住 母像生产后死了 仙人练敏小像而照顾养育他 右像长大后却狂乱奔跑 竟然把养育他的仙人都踩死了 还把树木房屋全部踏坏 二人忘恩负义也是这样 内心轻浮躁动不暂停 就像是湍急漩涡中的树 不停地打转 不修行对亲友不报恩 就像是在白布上 用赤红色的真鼠染料 加以染污一样 应以善心回报怨恨 不应以恶心报复 毁害他人 有智慧的人都以慈心回报怨恨 即使担负着天地及山海 能感到轻便 反之如果荒恩负义的话 那就会感到万分沉重 对待一切众生 平等慈悲 视为第一最殊胜的快乐 就像是安稳地通过河边的渡口 此等二种快乐也是如此 不害亲友很快乐 消除焦慢也快乐 内心毫无德性 却表现 骄恨淫逸 事实上 没有智慧 却骄慢 喜欢与人争辩 亲近恶友 这样会损害 好生育 而得到恶名 孤独无依 幼小 年老者 及病人 刚上师才是 瘦弱的人 贫穷 没有财产 失去苦往辟印的人 孤单 苦恶 没有依靠的人 对于以上种种 困苦为难的人 若不生起 严命心的话 就不是仁慈之人 如果到他国 没有眷属 遭受种种恶骂 但还能以安忍为快乐 这样就能遮止 种种恶行 止息斗争 宁愿在他国 没有人认识 也不要在自己国家中 被众人轻视 如果在他国 受人恭敬 大家都来亲近 而没有愤怒争吵 就可说 是自己国家的亲人 眷属 世间的富贵 快乐很少 衰灭苦恼却非常多 如果观察到 众生都退失了 在没有能力 影响众生的时候 这时先保持沉默 以待适当的时机 因缘 怨体的力量强盛 而自己瘦弱 亲有即少 又没有依靠 观察自己是这种情形 人保持宁静 人保持宁静而安乐 非法的人 既贪心又吝啬 没有信用 不知惭愧 不接受贪的劝告 在这种恶人面前 保持沉默 安忍 称慧心深重 既残忍又恶毒 喜好加害众生 在这种人身边 保持沉默 秀安忍 不讲信用 强横 凶暴 自以为了不起 颠倒是非 惨媚 虚伪 狡诈 迷惑人心 对这种人 宁愿保持沉默 不予 秀安忍 破戒凶恶 从没考虑过忍辱 常做非法欺骗的行为 在这种人面前 宁愿保持沉默不予 妄语 不知惭愧 喜欢挑拨礼件 邪见 口出恶言 或是讲一些无意义的话 傲慢 自以为是 深深的执着自我 非常吝啬 贪心 又总是嫉妒别人 在这种人面前 宁愿保持沉默不予 若是到了其他的地方 虽然那里的人 不认识我 也不知道 我的身份 德性 也不应该自以为是 生起骄傲 高慢的心 到其他国家 暂时拘留 不论衣食 都得仰葬他人 不能随心所欲 如果遭受到 毁害 辱骂 都应安忍 在他国记住 仰赖他人 供给衣食 如果为了 安家立业 想要得到快乐 更应该 像前面所说那样 休忍辱 在他国记住 仰赖他人 供给衣食 乃至若有下贱的人 来轻视自己 只要是有智慧的人 都会忍受 在他国记住时 遇上坏朋友 与愚痴小人 不如自己的人共住 有智慧的人 会隐藏自己 就像是掩盖火苗一样 就像大风 狂吹 赤胜的野火 一旦被火焰覆着 整片云野将焚烧殆尽 称慧心 就像火一样 燃烧自己 和他人 这是最猛烈的毁害 有智慧的人 能断除称慧 贪欲心 能以慈心等 让称心 逐渐熄灭 要精进共住过 才能知道 人的善恶 然而不曾共住 却亲近他 说他良善 常常亲近恶人 这是愚痴的人 不审查 他人过世的缘由 就舍弃他 若做上面这些事 就不算是有智慧的人 若没有愚痴 则不能彰显智慧 就像鸟 折断翅膀 不能飞翔 有智慧的人 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许多愚痴的小人 及没有智慧的人 衬托 就无法察觉明了 智者的智慧 是多么有力量 因为这个道理 贤明有智慧的人 博学多闻 快乐自在安住 有智慧的人得到利益 不起高慢心 即使失去利益 也不会感到卑贱 不会有愚痴的想法 理解的义理 就如实说 所说的话 都是为了遮止恶行 为了安乐地义众生 而宣说 辩论 为了使他人了解 而说这些话 有智慧的人 听到事情 不仓促行动 思维酬良 分析事实 明白道理后 才行动 这才是智力 理他 有智慧的人 绝不会为了自己的性命 去造作恶业 不合理的事 不因为一时的苦乐 而违背正法 绝不为了自己 而舍弃正行 有智慧的人 不吝啬 也不嫉妒 称慧 既不凶恶 也不愚痴 即使面临危害 也不惊慌 恐怖 绝不会为了私利 而诬告 陷害他人 既不威猛 也不阙弱 又不低下笔俗 举止 合乎 忠道 具有这些品德 是智者的特征 太过威严凶猛 则令人嫌恶 太过懦弱 则招人轻视 智者舍弃两边 依忠道而行 有时沉默不语 就像哑巴 有时宣讲教导 就像国王 有时冷酷严肃 就像冰雪 有时展现热情 如烈火 有时显现高大气势 就像虚弥山 有时显现卑微 就像卧倒的小草 有时显现勇猛 如国王 有时沉默寂静 就像解脱 有时能忍耐饥饿 口渴的痛苦 有时能忍受各种苦乐事 看待财宝 就像污秘的粪便 能随心所欲 调服称慧 有时安乐 享受音乐舞蹈 有时看起来惊慌恐惧的 像头小鹿 有时威猛 像虎狼 观察什么是恰当的时机 什么是不恰当的时机 知道什么时候 应展现实力 什么时候 应隐藏实力 能观察到富贵 即衰败 能忍一般人 所不能忍 才是真正的忍 本来应该忍的 而能忍 这只是平常的忍 对于瘦弱的人 也应该忍 对于富贵强盛的人 时常谦虚忍辱 能忍一般人 不能忍的 才名为真正的忍 在令人厌恶的人面前 不嫌恨对方 处在愤怒的人之中 经常保持内心清静 看到有人作恶 自己不作 对胜过自己的人 能忍耐 这是不畏人 因为感到不畏 不得不忍受 对与自己 势力相当的人 能忍 这是因为 怕引起斗争 而这只是平常的人 如果对自己低劣的人 能安忍 这才是大忍 如此的人 遭遇恶骂毁谤时 就像两颗石头 在双眼之中 无法忍受 智者 则能忍受 恶毒 谩骂 及严重的毁谤 就像花 洒落在大象身上 若无其事 受到恶毒 谩骂 及严重的毁谤 明辨 势力的人 具有慧眼 能安忍 就像大雨 打在巨石上 巨石 既没有任何损坏 也不消灭 无论恶言 善语 乃至种种苦乐事 有智慧的人 能安忍 也像巨石一样 如果是事实 而被辱骂 应当思维 这个人说的是实话 不用生气 如果是虚假的事 而被辱骂 直到对方欺骗 就像讲风话一样 无论辱骂的是真实 或虚假 有智慧的人 清楚明了 都不会生气 如果是为了财宝 及各种利益 忍受苦乐 恶毒 谩骂 及毁谤 如果能 不为了财宝利益 即使得到了 百千种珍宝 也应积极远离恶人 树枝被砍后 不应连根拔起 已经背离人心的人 不可亲近 尽早分道扬镳 远远走地 其他还有很多 值得亲近的朋友 充满在这世间 愚者先对人 愚者先对人恭敬 之后又起 慢心 轻视 毁谤他人 不恭敬 不赞叹 有德的人 智者应当 像白天的一样 轻快地飞走 尽数 远离 这种愚痴的人 喜欢斗争 心术不正 惨媚奉承的人 喜欢见他人的过失 挑拨离间 说谎 口出恶言 说没有意义的话 轻见 毁谤 侮辱众生 更说一些 刺痛人 心髓的话 不守护 身口意 善业的人 这些人 有智慧的人 应该尽早远离他们 到其他地方 嫉妒 重伤他人 没有善心 看到他人 得到利益 安乐 及好名声 心里就生起大苦恼 表面上 说一些 柔软和善的言语 实际上心里 确实非常恶毒 这样的人 只有智者 才能明察 能 急速 远离到其他地方 喜好 不善的欲望 贪着 名文利养 迎合 惨媚 奉承 贪求无厌 不知惭愧的人 内心 不清静 外表 也一样 有智慧的人 应 数数 远离 到其他地方 如果 有人 没有 恭敬心 骄傲 自大 没有 合宜的 教法 利益 众生 却 自夸 是有智慧的人 实际上 他是个 语持人 有智慧的人 会尽早 远离到其他地方 在这里 得到饮食 卧具 衣备等知具 因此 生命 得以维持 应当 施意 感念 这份恩德 这施恩的人 就像 慈爱的母亲 救护 独生子 一样 贪爱 能生长 一切苦 应当 先断 贪爱 而 远离 称心 贪爱 以称恨 都能 带着人 堕入 恶道 导致忠 供高 傲慢 全部 多应舍弃 在他人富贵时 表现得 亲近友善 一旦他人 贫贱时 就 远离而去 这种朋友 应当 尽数远离 为了一家 愿意 舍弃一人 为了一村 愿意 舍弃一家 为了一国 愿意 舍弃一村 为了己身 愿意 舍弃天下 为了正法 愿意 舍弃己 己身 为了一根指头 愿意 舍弃 现有的财产 为了生命 愿意 舍弃 世之 为了 为了正法 愿意 舍弃一切 正法 就像 屋顶 能 遮蔽 风雨 修行 佛法的人 能得到 佛法的 辟印 及 辅助 由于 修行 佛法的力量 能 断除 恶道 就像是 春天 炙热 而得到 辟印的 清凉 修行 佛法的人 也是一样 与贤人 智者 朝着 同样的方向 得到 许多 财宝利益时 不会感到 欢喜 如果 失去 贵重的 珍宝 也不感到 忧虑 不会经常 辛辛苦苦地 追求 乞讨 是你 坚定 真实的 大丈夫 不失他人 财宝 而非常 欢喜 尽照 远离 世间的 恶事 安利 己身 比 大海 还深 这是 真正 勇猛 刚健 殊胜的 大丈夫 如果 如果能深入了解义理 巧妙地 处理众多事物 为人 心地 柔软 乐意 与他人 共享利益 快乐 大家都赞叹 他是 有德性的 大丈夫 弟弟 又不大胆 弟弟又不大胆说 现在我更加倍信任 敬重 兄长 假使遭遇到非常痛苦 艰困的处境 绝不会再造作各种恶事 不论是死 是活 得到财产 失去财产 都不造作恶行 现在兄长应当知道 我会遵守奉行您的教导 宁愿持守境界而死 绝不会犯戒而苟且投生 为什么为了短短的一起生命而放逸 造作恶行 生死轮回之中 千万不能放逸 我在生死轮回中 造作不善 造欲恶有 造作非法 直到今日 得欲善有 才能断除 佛有宿命通 直到过去的本身姻缘 而对礼丘们说出这些祭颂 当时的大达龙就是我自己 弟弟幽不大达龙就是阿难 当之那时的豚肚皮小龙正是皮薄达多 礼丘应当知道 应该好好这样修学 这是把相关的法 综合 收设为祭颂而说出来 各位地求生 你们应深入了解 普遍注意自己的行为 应该恭敬 好好地修学这些三法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提醒我们 要修忍辱 要知恩 保恩 愚痴的人遭遇恶骂毁谤时 就像两颗砂石 在双眼之中无法忍受 而有智慧的人 即使受到恶毒谩骂 即严重的毁谤也能安忍 就像花散落在大象身上 若无其事 另外一个辟语也很好 受到辱骂毁谤 明天事理的人具有慧眼 所以能安忍 就像大鱼打在巨石上 巨石也不会有损坏 有智慧的人能安忍 就像巨石一样 一个知恩的人 即使在树下 只受到少许的阴凉辟印 也知道感恩 而忘恩负义的人 却常常恩将仇报 这种人不会生起善法 是不会得善报的 以上以这些跟大家共演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